请不吝点赞 公子就等了 翠儿刚刚献烧的热茶 想 公子 公子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这报公子怎么才来就走了呢 翠儿 她误会我了 她也认为我是那种放荡的女人 她相信那些人 她宁愿相信那些人 也不愿意给我个机会让我解释 小姐 别哭了好吗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什么先言碎语 早遥匪忘 你都是一笑而过的 你不在乎 别人你就无法在乎 你难道都忘了吗 这些都是你跟翠儿说过的 我没忘 可是傍人不同 她有什么不同 小姐 你是爱上她了吧 因为爱 所以才在乎 对吗 这个世上 谁都可以误会我 可是她不信 既然这样 那我就帮你 帮你把她找回来 你跟她解释明白 若是她不信呢 那是她的事 要是你不去解释 你估计一辈子 也不会解开这个心结了 小姐 你等我 小姐 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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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报仁现在在哪 我不知道 我还在找她呢 她消失了 你少来骗我 你跟小龙罗汉的话 我都听到了 快说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 我不知道她在哪 我要知道了 我就过去帮她了 她究竟在哪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把她喊得还不够惨吗 这孩子受的折磨还不够多吗 你好歹也是个神仙 你为什么不放过她呀 是她不肯放过我 她上辈子遇到我三哥的时候 为什么不属下留情呢 她不光抽了她的筋 扒了她的皮 使得她完全没有了元气 就连静平她也来跟我抢 究竟是谁不放过谁呀 三哥不在了 现在 她也没有了生还的希望 那我也要跟哪吒 同归于尽 龙女 你这是何苦啊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啊 究竟在哪儿 我不会告诉你 她在什么地方 你不说 我现在就杀了你 无可奉告 你就来痛快点 杀了我吧 你 杀了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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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我 这下该我来应付 好 好 你为什么不还手 想死吗 信不信 我真的杀了你 其实在你内心深处 一直都有一块很柔软的地方 你只是不想被别人看见 所以 你就变成了刺猬 背着重筑的一身刺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明白了 我真的明白了 以前我不理解 姐姐为什么会做那样的选择 为了那个叫做爱的东西 宁可放弃自己的修行 哪怕是付出生命 小小蛇妖 你怎么会明白 我真的明白了 你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是感情吗 我想 只要尝尽思念和牵挂的滋味 自然会明白情味何物 你真的爱上了暴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爱 我愿意为他生 为他死 为他付出一切 至死不渝 自古多情空于恨 此恨绵绵无绝情 我现在真的懂了 所以 我明白你和姐姐的选择了 看来 你是动了真情了 可是你还不懂 什么叫做生离死别吧 生离已是痛彻心扉 若是死别的话 我宁可自己先死 你还是想成全了暴人 不 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活着 去感受那 去感受那四别的痛苦 你一定会更加刻骨铭心 龙女 我求求你 放过包人吧 不要再这样纠缠下去了 笑话 你刚刚不是说 胜离死别 让人人都痛彻心扉吗 可是哪吒 杀我三哥之时 他有没有想到 这世界上也有一个人 为他痛彻心扉 可能都是他们上辈子的事情了 可我永世不能解脱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为了化解你的仇恨 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也有爱的人 有多少人会为他们痛彻心扉呢 好 我不再揽杀无辜 但是我一定要杀了爆人 我只要让他死 我只要死 大侄女 稀客 稀客 稀客呀 大侄女 你这个小脸 要不是每天都那么板着 一定比现在更好看 少跟我来这套 对对对 我的记性不好 大侄女不喜欢开玩笑 那好 说说正经呢 大侄女 放下执念吧 你傻来管我 说 报人 究竟在哪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神仙跟神仙动粗 有意思吗 说 我要怎样 才能够回到那里去 别问我 这事还真不归我管 那她是怎么回去的 自觉呀 自觉于人前 她自然就回去喽 你 我说大侄女 当了这么多年的神仙 经了这么多的事 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万事皆有天意 若要强求 那是徒劳的 我不信 我不信 为什么 害得三哥魂飞魄散的人 可以在那里逍遥快活 而我的三哥 你心里这个疙瘩 怕是再过个几千年 几百年也解不开喽 杀了他 一切就都可以解开了 然后呢 亲手杀了他 就可以告慰我三哥的在天之灵 然后 我便去与他相见 阿弥陀佛 因果报应 你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再所不惜 也不怕丢了几千年的道行 道行 道行对于我 还有什么意义 一切都是天意呀 阿弥陀佛 你不用再劝我了 不管你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都没有办法阻止我 哼 报仁这孩子 怕是要吃苦头喽 豹公子会去哪儿呢 豹公子 豹公子 你在吗 豹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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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神仙们 你们都睁大眼睛看看 这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吗 我 豹人 任由你们摆布操动着的人生 这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吗 你们都听好了 我不干了 你们要是忍心的话 就看着杭州城的百姓 受苦受难吧 豹人 是豹人 不 是幻觉 他已经走了 没有留下一句话 就这么走了 可是老天爷 为什么一定要等他离开 才让我知道他的心意呢 抱人啊 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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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很烘 避ake 抱人 抱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报公子 报公子到底去哪儿了呢 报公子 报公子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回来找我了呢 怎么会呢 我说过会回来救你的 救我 清儿 我要娶你 讨厌 为什么让人家等那么久啊 前堂一行 我才知道我的心里一直有你 走 我们现在就去找我爹 你爹 你还有爹 你傻了吧你 人怎么会没有父母呢 人 我要告诉我爹 我才不要嫁给严中书呢 我钱轻轻 要嫁给报仁为妻 钱 你放心好了 钱不是问题 我知道你没钱 以后啊 我们俩就生活在冷井山上 过着南庚女志的生活 你说好不好啊 怎么还是前堂 我为什么就离不开这个地方 你不相信我啊 不是 清清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有什么事情 我跟你一起做 我丢了一幅画 我必须要找回来 画 什么画 就是那幅 算了 为什么非要找那幅画呢 我一定要回去救人 没有那幅画 我就回不去了 为什么非要那幅画 才能去救人呢 我也说不清楚 既然这是我的使命 不管怎样 我都要完成它 你放心好了 等咱们成亲后 我陪你一起去找 成亲 清清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 里面难免有些误会 误会 你是说双双吗 双双 那的确是误会 我也是在知道一切以后 才知道两情相悦 原来是那么的难能可贵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那晚双双的确去找了孟浪 可后来的事情 都是孟浪故意设计的 她自己都送上门了 还怕别人设计 你真的不知道啊 她是为了替忠书求情 才去找孟浪的 替颜忠书求情 对啊 就是看到他们俩 为彼此付出这么多 我才觉得自己 以前实在是太过分了 所以我而成见他们 宝人 以前跟以后的事情 我们都控制不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好好珍惜眼前的人 你说对吗 我还傻愣着干吗 我去找我爹去了 你在这儿等我 清清 你回来 等着我啊 清清 不要 浪儿 西洛 华县 华县 我必须要回杭州 华县 我的华县 您边谁看见我的华了 我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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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 谁看见了 摔死我了 你看什么看 扶我起来 查祖宗 是我 是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起来个疼死我了 还是你有良心啊 我有救了 我有救了 你快把我放下来 我这老骨头都快断了 来来来来 那边坐 小心啊 见到你就好了 我这有救了 祖宗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是啊 你老不回去 我不放心 我来看看你啊 还是你对我好 不像那个臭急功 看见我都不肯救我 这 急功 他在哪儿 你干吗那么紧张啊 我在阴曹地府碰到他了 他 阴曹地府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别那么紧张 我一不小心 跳到阴曹地府去了 阎王不收我 我就又回来了 吓死我了 你要有个三家两短 我可怎么向祖宗交代啊 你这个倒霉孩子 你没事往阴曹地府 跳什么呀你 别提了 原本以为找到静平 就可以回去了 谁知道 一跳竟然去了阎王老子那儿 然后他们又把我 给打发回来了 鸡公跟我说啊 要回去找到静平 和清儿的画像才能回去 结果等我回来 发现画像又不见了 你来得正好 赶紧帮我看看 画像在哪儿呢 然儿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帮你找找 找到了吗 没找着 我再看看 怎么样 什么也看不到啊 我这法力怎么不灵了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不是 我跳到八百年前 我所有的法力全无了 没法力了 你开什么玩笑啊 好歹你也是个千年老妖啊你 八百年八百年哪 那你赶紧有八百年的智慧 帮我想想怎么带我回去 你看 静平我已经找到了 从现在的情况看 恐怕我也回不去了 什么 你不知道啊 我呀 我骗鸡公把我带到天上 然后趁他不注意偷偷跳下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到这儿来了 人儿 你别着急啊 我跟你说啊 我呀 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那个大龙你在找你 你可要留心哪 他又要干吗 他找你干吗 他能找你干吗 他要你的命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要回去救人哪 你赶紧告诉我 我怎么才能够回去 我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啊 怎么会呢 那 你们让我找瓶子 我找到瓶子了 现在又要我找画 好好的画又不见了 好不容易看到你们 结果呢 神仙妖精都说自己不能带我回去 这也不行的 那也不行的 你们把我扔到这里来的时候 怎么什么都行啊你们 这 这 这八成就是天意吧 什么天意啊 老天爷你给我出来 我抱着怎么得罪你了 看不不 不能乱说 这要遭到天谴的 我巴不得这条剑饼被他收走的 我爹我娘 奶娘暖暖阎严峰都被我害死了 清儿现在生死未卜 白蛇姐姐也救不出来 双双惨遭凶辱 清儿现在被逼得跳龙坛 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这个瓶子 你告诉我 这个瓶子究竟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找到它 我 我怎么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 好 老天爷你听好了 我抱人不陪你们玩了 你们谁想要这个瓶子 你们自己找去吧 要小心那个大龙女啊 好 严公子 你可要好好劝劝我们家小姐 那个抱人实在太不像话了 公子里边请 小姐小姐 双儿 你怎么了小姐 双儿 你怎么了 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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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的法力开始恢复了 关键的时刻还能十瞻蓝下 呸 没见过你这么抢功的 原来是活佛呀 走走走 我请你喝酒去 走啊 走走 少来这套 你个老妖精 我好心好意帮你到上天去看孙子 你倒好 骗我 趁着我没注意你还偷偷跳下来了 想害死我了 活佛呀 我哪能害你呀 少次再给我戴高帽子 什么活佛大师罗汉 你呀 你就是在利用我 你 您真生气了 那哪行啊 走走走 请你喝酒去 不喝 我还告诉你 就你送给我的那些酒 我为了救你那孙子 我可全都送给那阎罗王了 我一点光都没沾上你的 今后我也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 赶紧给我回去 那哪行啊 你帮了我这么多的忙 说什么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来都来了 着急回去干什么呀 这地方我熟 我跟你说啊 这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 都有啊 既然你来了 我要尽下地主之仪 好好招待招待你 我用不着 我是好喝酒 可是我酒后从来不糊涂 你可听好了 刚才为了帮你那孙子 我可用了法力了 这事啊 天上马上就会知道 到时候 咱俩吃不了都这走 赶紧给我回去 要走你走吧 我不走 你 这个老淤泥哥呢 跟你孙子一样 我孙子现在这么惨 我再帮帮他 哎 给我站住 跟你说了多少回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偏意难为 看一眼就得了啊 赶紧给我回去 好 走 大夫 他怎么样 颜公子 恕老朽无能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万病皆生于气 这位姑娘原本身体就很虚弱 近日来应该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造成气血紊乱 加之受了风寒 恐怕 不可能 他只是受了风寒 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治好他 花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颜公子 借一步说话 颜公子 恕老朽直言 想救姑娘的命 除非是灵丹妙药 灵丹妙药 双儿 翠儿 你去哪儿 什么 瓶子 瓶子 我们家小姐的瓶子 里面有救命的药 快把它拿出来 救命的药 哦 我 直到有一天 来了个道士 送了这个瓶子给我 自己去找吧 说是贴身佩戴 可以保密 还给了我爹一个秘方 说关键的时刻 可以救命 瓶子 瓶子 包公子 你把瓶子给我 包公子 你回来啊 喂 翠儿 这是怎么了 快去追 瓶子 里面有救小姐的药 快去啊 包公子 包人 你给我站住 包人 包人 平子 站住 包人 包人 你给我站住 包人 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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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那双儿 我跟你拼了 我要找瓶子 我没空理你 我没空理你 你凭着 包人 包人 我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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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你 快把瓶子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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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人 宝人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守二 怎么样 小姐 这可怎么办呢 血 宝人 你说什么 宝人 我没有 我没有 宝人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你醒醒啊 小姐 你醒了 太好了 小姐 我还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来 小心啊 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小姐 血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我这是怎么了 你呀 差点把病给丢了 幸亏颜公子在 周叔 幸好颜公子及时出现 抢回了瓶子 要不然 你就要见阎王了 什么瓶子 你救命的瓶子 小姐 你看 静平 他怎么会在这儿 颜公子把你抢回来的 那抱人呢 我不知道 翠儿 小姐 郎中说了 你要好好养病 安心地休养一阵才可以 来 快躺下 那你告诉我 抱人在哪里 小姐 你干吗 你干吗还要惦记那个男人 他一点都不值得 你为他这么做的 你都快不行了 我问他要净瓶里的药 他竟然拔腿就跑 还好有颜公子在 他追了出去 帮你拿回了瓶子 不可能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相信报人不会这么做 我也不想相信哪 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周叔 周叔呢 我要去找他问个明白 颜公子他已经回去了 他为了救你 弄得满城风雨 他怕他爹上门来找麻烦 影响了你养病 就主动回去了 恐怕他这阵子都不会来了 小姐 别想太多了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发现颜公子变了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小姐 来吧 小姐 来吧 小姐 小姐 来吧 小姐 来吧 小姐 因为小姐 小姐 给我 啊 如 Ros 我想太多了 我就是不想太多了 你能不能出 veure我 我说我没什么 不准你 我被人拼了 惹 滚啊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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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滚啊 滚 滚 翠儿 你走开 翠儿是我 走开你 方公子 我没有伤害你 你不要过来找我 我真的没有伤害你啊 我是人 不是鬼 你看 我有脚 你 你真的没有死吗 那 那你来这儿干吗呀 我没死 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没死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儿啊 你还嫌害得 我们家小姐不够吗 你滚 离我们平和楼远一点 你冷静一点 我醒过来就发现 我在这里了 那你走开 你快走开 好好好 你别激动 你告诉我 你家小姐怎么样了 我就走 我们家小姐没事 只是郎中说了 她身体很虚弱 恐怕要完全恢复 也不大可能了 怎么会这样呢 好了 我说完了 你快走吧 走呀 行行行 我走 走走走走走 我走啊 我走 快走啊 快走啊 双双对不起 是我害了 可是我能为你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走走走